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对人贩子深不痛觉 那么我国古代对待人贩子的处理手段是什么样子的呢? 为何在古代那么一个破案手段低下的时代 人口贩卖的案子却并不多呢? 在乾隆时期我国将这一代曾经有一个拐卖儿童的犯罪团伙 这个犯罪团伙表面上是一家饮鱼扩为生的家族 但这个家族常常会在偏远地区拐卖儿童 最初这家人还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用这些年幼的儿童来祭祀 用他们的血肉制成所谓的仙丹来强身健体 不过后来仅仅只是愈惑 已经不能让他们在祭祀邪神之余维持生计了 于是他们慢慢地开始把拐卖来的孩子分类 长相俊美的孩子卖到远处卖钱 长相一般地便留下来祭祀邪神制成仙丹 没吃完的仙丹也会拿到及时上去换钱 这样一来二去 这家人也就变得富有了 但是无论多么的富有 在以犯罪为前提的情况下 他们总是会复发的 在该团伙的一次刑部中 一个成员被衙门逮捕 之后官府顺藤摸瓜 把这个团伙一网打击 随后这个团伙把作案过程如实交代了 不过中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原来是因为案行的影响实在是太大 所以当时衙门便允许许多百姓前来听审 就在听到师爷说 这伙人竟然用孩子炼丹的时候 所有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 冲破了牙翼的阻拦 硬生生的把主谋踩死在堂上 其实这种行为一般都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无论是主审官 还是牙翼想要拦住百姓都是很简单的 但是当时愤怒的不止百姓 官员和牙翼同样愤怒 所以便冒着被上官怪罪的危险纵容了这一次 不过让百姓出出气也就可以了 所以主审官便制止了这些百姓 民愤网 网是最难消的 但是主审官的一番话 算是彻底的安抚住了 那就是这样死太便宜他们了 之后主审官顺藤摸瓜 没想到这个犯罪团伙 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在太湖周围 还有一个更加庞大的团伙 于是主审官立刻派兵去捉拿 但是这些人在知道有人被捕之后 都化作鸟树一哄而散了 所以也基本没抓捕到什么其他的大型团伙 仅仅抓到了一些小鱼小虾 之后这些人都被处以急刑 后来太湖周边本来庞大无比的贩卖人口的团伙 变得销声匿迹了 因为谁也不确定自己 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被踩死的人 但是虽说这些团伙都销声匿迹了 但之前那些被拐卖的孩子 却永远都不能回到原来的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